嗨,大家好,我是爱多绘本的悠悠 今天我们要阅读的绘本是 如果垃圾越积越多 诶,我们地球上的垃圾都去哪里了呢? 那如果这些垃圾没有被很好的处理 它越积越多的话,又会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来自台湾的绘本 给我们揭晓垃圾的秘密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绘本 如果垃圾越积越多 作者普金勇,画图李庚国,翻译陈丽如 上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从有人类以来 垃圾就开始产生 人类把用过的东西丢掉 制造了垃圾 过去地广人稀 垃圾并不构成任何问题 因为全部的材料都是取自于大自然 腐朽后又回归大地 造房子时是用树木当柱子 用土堆砌成墙壁 用稻草当屋顶 当房子老旧时 它不会变成垃圾 而是变成尘土 垃圾是如何变成尘土的呢? 答案是靠微生物 例如微菌或细菌的作用 土壤中隐藏着栩栩多多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 它们专门做分解的工作 分解腐坏的水果 极落叶 连人类丢弃的垃圾也分解 微生物不断地分解 排出对植物营养的排泄物 草木吸收了其中的养分 长得又高又壮呢 今日微生物要分解的垃圾太多了 这个丢 那个也丢 被丢弃的物品多得不得了 那它们都可以被微生物分解吗? 哪些垃圾是微生物无法分解的呢? 塑胶袋 塑胶制品 尿布 铁铝罐等 微生物分解这些垃圾 必须花上很长的时间 我们看图片下边的垃圾 一个塑料袋腐烂需要十年以上 一片尿布要一百年以上 哇 一个玻璃瓶居然要四千年以上才能彻底腐烂 垃圾越积越多会怎么样呢? 垃圾一腐烂就会流出污水 专门在污水产卵的苍蝇或蚊子等 害虫会变多 污水一旦渗透到土壤 会污染土壤 流入河水里 连海水都会被污染 发出臭味 空气也会被污染 我们可以生活的干净空间 相对减少 不止如此 废弃物质若是进到我们身体里面 有可能让我们生病 像电池和铁铝罐都含有中金属 如果随便丢弃中金属 一旦被雨水所冲刷渗透 土壤和水都会遭到污染 树木会结出被污染的果实 若是吃到这种果实 我们可能会因为身体里面 累积过多重金属而生病 所以电池必须分类丢弃 另外还有像电池那样 必须分类丢弃的垃圾 例如塑料 玻璃 废铁等 依据不同种类 分别放进资源回收桶内 不仅可以用来制造新产品 地球也不会被污染 还可以节省资源 资源回收真好 没办法回收的垃圾 该怎么处理呢 只要装在垃圾袋中 垃圾车会定期绕过每条大街小巷 再走垃圾集中处理 满载着垃圾的卡车 抵达垃圾场 先开上地棒去撑重量 因为垃圾的重量很重要 垃圾一倒出来 就必须压紧 再用泥土覆盖 这样才不会发出臭味 也能防止蚊虫滋生 垃圾掩埋后 是不是就大功告成了 不是的 埋在地下的垃圾腐败以后 会产生天然气 如果任由天然气随意飘散 空气会遭到污染 地球将更加暖化 但是若将天然气集中起来 送往发电锁 就可以发电了 地底下的垃圾腐化时 会排出污水 也就是渗出水 黑色的渗出水 未经处理就排到河里 生活在水中的生物 像是鱼类或贝类 就无法生存 我们每天制造的垃圾量 非常庞大 再怎么把垃圾压平掩埋 垃圾仍然不断增加 有一天一定会没有地方 可以掩埋垃圾的 我们到底丢弃了多少垃圾呢 据统计 在台湾每天产生的垃圾 约有两万吨 必须用一万五千多辆大卡车 才装得完 其中约百分之五十的垃圾 可以再回收利用 其余的垃圾也埋在土里 或运送到焚化炉去焚烧 如何才能减少垃圾量呢 把不穿的衣服洗干净后 送给需要的人 烹煮食物拿捏到 刚好吃得完的分量 尽可能避免使用 丢弃式餐具 故障的物品修理后 再利用 最重要的是 不要制造垃圾 购买真正需要的物品 买东西之前 再次问自己 这真的是我需要的吗 最后我们要记住哦 将垃圾扔进特定的垃圾桶里 蓝色是可回收物 例如玻璃 纸类 塑料 金属 衣物等 红色是有害垃圾 例如电池 温度计 药丸等 绿色是厨余垃圾 比如剩番生菜 蛋壳 果皮 骨头肉类等 最后黄色的是 其他垃圾 比如尘土 烟头 污染的纸类等 你们记住了吗 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能成为环保小卫视 垃圾分类 小专家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还有好多的故事 想和你们分享 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